接下来是由自身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 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施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把愤怒带进世界杯 各国足球员已晋升生缘伊朗女斗士 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 这两句话理论上都成立 但事实上却并不是如此 尤其是在世界体坛上 以政治力强行干扰体育的事件屡见不鲜 在这一次的世界杯也出现了这个现象 不过比较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行为却是一项爱国举动 因为伊朗国家代表的球员 严重抗议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 在处置22岁的库德族女子 马莎艾米尼事件时严重违反人权 因此他们在出赛时 全体队员聚唱自己国家的国歌 已是抗议 而且其他许多国家的球员 也以相同晋升的方式来深远这一位伊朗女斗士 所以让今年的世界被充满了浓厚的政治味 马莎艾米尼这一位伊朗女斗士 因为在公共场合违反了宗教仪式与面纱法律规定 而被道德警察逮捕 淋霸身亡 所以在伊朗掀起了激烈的社会运动 众多妇女在全国性抗议活动中烧掉头巾和剪掉头发 象征了像传统挑战 伊朗官员承认 许多抗议学生被送往精神卫生机构 并被关押在改革和再教育的场所 以防止他们从事反社会之行动 现在伊朗各界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抗议活动的范围和地域都在扩大 学生罢工走出学校支持者支持抗议者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400名抗议者 在和警方冲突中丧生2万名抗议者被拘捕 而且伊朗司法部已经对超过2000名抗议者提起了诉讼 但是在民情沸腾之下 政府还能够压制多久呢 伊朗足球队全体队员是在对英格兰的比赛前 拒唱国歌之后遭受到政府的威胁 伊朗政府恐吓足球队的家人 如果球员在今后的比赛前未能遵守规矩 等他们回国后将会受审 并将面临监禁和酷刑 伊朗政府的报复性威胁超乎了一般人的预料 因此有可能这些球员就不敢也不愿回国了 世界杯显然成为了一个宣扬爱国主义的场所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很容易为自己所拥有的自由 民主与法治而沾沾自喜 也很容易认为权力和自由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当全世界都看到了伊朗足球队队员的勇气 看到他们在世界杯上国歌响起时 队员们却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世界各国的人应该才会明白自身有多幸运与幸福 只有在这样的时刻 人们才能感受到自身所拥有的一切 并钦佩那些默默无畏的为这些自由挺身而出的人 伊朗足球队虽然输掉了那场比赛 但他们以坚韧的姿态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 在这边的钦佩